還需要鴨翅嗎 我想要鴨鴨 鴨鴨現在沒有預訂都沒有盒裝 觀光客必買的滷味店 鴨蛇 鴨鴨 鴨翅都是搶手貨 但現在鴨鴨居然要提前預約 看看檯面上每個鐵盤 都擺上滿滿的滷味 沒了就趕快補貨 唯獨鴨鴨空了一大半卻沒人理 原來是受到進載令的影響 真的快沒貨了 只好嚴格控制數量 預計才有稍微三天 現在開會如果再延下去的話 我們就每天賣的量要控制 少賣一點 庫存大概就是不到180隻 對 因為又連續假期 幾乎我們現在的冰箱是都空的 另一間烤鴨店四個冰櫃 有三個都是空的 為了維持營業一天只賣30隻 不然庫存一天就沒了 不過一聽到進載令檢 除老闆馬上鬆了一口氣 我們就比較會有希望 可能就是說連續 連續這四天來講的話 我們可能就不會有限量的供應的問題了 根據農委會房檢局表示 已經連續八天沒有H5N6的案例 疫情已經控制住 宣布在23號凌晨12點 將禁運禁載令統統解除 但專家在會議中質疑貿然解禁會讓同事有H5N6和H5N2的病毒地區再次爆發疫情 對於解禁範圍和配套意見也有出入 但最開心的莫過於 業者終於不用再擔心美亞可賣了 記者正人中 萬秋華 SNG小組 台北報導 無事 絕對